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诗点读书 我是主播文悦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永远不要为别人的情绪买单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 别人展现出一点不愉快的表情 你就在心里物质揣测 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什么 别人找你帮忙 不帮就会有一种愧疚感 觉得好像对不起他 又或者总是害怕别人生气 担心别人不喜欢自己 对自己有不满的看法等等 人哪总是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 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 最后不仅让自己活得很累 不堪重负 小心翼翼维护的感情 也不尽人意 我的一位好朋友小A 前几年得了抑郁症 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 有一张小圆脸 喜欢笑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我很诧异 但几番聊天后 我可以体会到她的痛苦 她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别人相处 和朋友相约出门 当过后回到家 我就会像有强迫症一样开始反思 今天有没有哪句话说得不太好 一直耿耿于怀 害怕对方多想 需要和对方多次确认 她真的没有不开心 工作也是 办公室 常年低气压 同时任何一点小情绪 都会影响到我 导致我的精神高度紧张 而工作效率非常低 经常晚上回家 加班到很晚 这样的生活 真的特别累 其实呢 我们或多或少 和小A有些相似 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特别有责任感 觉得自己要照顾对方的情绪 如果对方表现出 一丁点不开心 就开始归因自己 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没有办法让对方满意 就算对方做了什么事 让自己心里不舒服 也会继续忍着 不敢抗拒 我们以为 站在别人的立场 舍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是对他人的善意 却故意忽视了 如果我们总是做 别人情绪的拯救者 何尝不是对自己 最大的恶意 当一个人 长期被他人 投射过来的负能量围绕 自己却没有发泄渠道 最后只能把攻击性 转向自身 这样的人 也就比其他人 更容易患上心理疾病 很多人常常有这样的一种误区 以为委屈自己 就能换来别人的喜欢 可事实上 所有的讨好 不过是让自己变成一个 软弱可欺的人 他们喜欢的 不过是你被他们的情绪 牵着走 从来不是你本身 以前工作 认识一个女同事 很喜欢找我倾诉生活的不愉快 她最常说的话就是 我今天心情不好 你陪我说说话 刚开始 我有些受宠若惊 也格外重视这段感情 但后果 就是不断接受 她不分时间 不分场合的负能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也不可避免地 受到一些消极观念的影响 工作上 也不断遭受 各方面的挫折和打击 焦头烂额之下 我没有时间在像之前一样 对她世事抱与安危 而她找到了新的情绪垃圾桶 不过不满合怨念的事情 又多了一件 就是指责我不尽人情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知道了 她不过是想肆意倾倒自己的不愉快 而从未想过改正自己 想想多亏呀 那么多时间 我如果用来提升自己 甚至是睡大觉 也总比被她的情绪带到沟里墙 有句话说得很在立 谁都不可能被所有人都喜欢 这很正常 有时候就算你做了正确的事 还是会有人恶意揣测你的心思 人在年轻时 总是希望自己人见人爱 所有的人都对自己满意 于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投放到无关紧要的人身上 被别人的态度牵着走 殊不知 我们无法让所有人喜欢 也没有义务要一直替别人着想 也为了委屈自己 成全他人 其实是在不断削弱自己的内心力量 最后形成恶性循环 越是消磨自己 越是无法让人满意 也越中了情绪的毒 奇葩说里有一个词叫 情绪自由 它的解释是这样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 做一个讨厌鬼 但是当你拥有了高智商 你看破了他人的喜怒 其实与你无关 你自己的世界可以自由运转的时候 即使被讨厌 也不会打击到你的自信 这就是高智商的情绪自由 直白点说呢 就是多在意自己 少关注别人 2012年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各种声音随之而来 其中呢 他以为大家议论的对象是他 渐渐地 他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 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 再后来 他如同一个看戏人 看着众人表演 看到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 也被炙上了石块 泼上了污水 直到最后 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 擦干净身上的脏水 坦然地站在一边 这是莫言对自己情绪历程的描述 莫言曾在很多场合 坦言自己很傻 不够成熟 也不够老练 但在我看来 这何尝不是一种大智慧 适当屏蔽外界的声音 忠于自己的感受 人总是主观地将事物复杂化 但其实消化和承担别人的情绪 并不是我们的职责 一个人最清醒的认知 是明白别人的情绪 与自己无关 首先 思考这是谁的情绪 一个人如果分不清 哪些是自己的情绪 哪些是别人的情绪 就容易受他人的影响 活在别人的意识当中 其次 做好课题分离 确定和自己无关之后 拒绝情绪感染 你不开心 但是关我什么事呢 最后 守护好自己的情绪能量 远离消耗你的人 也不要去消耗别人 情绪被影响了 就及时转移注意力 给自己补充能量 人这一生 浮浮沉沉 不要总是为别人的情绪买单 让自己疲惫不堪 情绪的主人 不该是你过分挑剔的领导 跟你过不去的同事 对你漠不关心的亲戚 满腹牢骚的朋友 你才是自己情绪的主人 你该学会 为自己负责了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 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学会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我是爱交朋友的文悦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